東京神寶丁書店街入面 一間貧林結業的小書店 憑他 兩年前成功轉型成為 當地出名的貓爐資訊中心 令書店起死回生 他就是13歲的貓店長 是店舖的生蕉牌 店主起初見到喜歡貓貓的人 愈來愈多 貓書角落最初只是佔書架的三分一 店主期後出版了一本貓書道讀手冊 又找來名插畫家設計了這些貓貓書套 誰知似貓一出 終於成功引起顧客的注意 傳媒亦都不斷追訪 貓咪堂已經成為東京貓爐門 找貓星人資料的專門店 不少人專程來找冷門的貓書 和取用貓貓書套 而有更多人是來探貓店長